海賊王DIY日記 你看這個窗簾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這片窗簾很奇怪 它竟然裝在房間的外側 那怎麼辦 把它拆下來 裝到裡面就可以了 可以餘味喔 可以啊 我們來試試看 雖然不知道當初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先把它移到適當的位置 像這種就只是勾上去而已 一個一個把它撥下來就好 你看跟曬衣服一樣 啊這個固定架齁 這邊有固定鐵片 螺絲鬆開呢就可以解開了 但是那個螺絲不要轉太鬆會掉下來 哈哈哈哈 這個右邊拆完了 拆左邊 中間最後拆 這樣子比較不會折斷 唉 天王講那個不是基本常識嗎 沒有啦 我跟你講 最近牙齒修完之後 嘴巴不好使 說基本常識就可以了 啊好 注意用詞 不然人家就說你賣台喔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把拆下來的支架呢 裝到另外一邊 我知道啦 我知道啦 有你看好嗎 啊不是你說要看的嗎 啊是你拆的啊 自己裝回去啦 哈哈哈哈 其實這個也沒有鎖喔 就六顆螺絲鑽一鑽鎖上去就可以了 啊 不過鑽牆的時候要保護你的耳朵 不然 受傷了實在划不來 我的習慣是先固定一邊 然後呢 再調整高度 鑽另外一個孔 啊剛剛那個鑽孔的過程好像漏掉了 來 我們這邊再來一次 先固定第一個 然後呢 調整高度 鑽另外一個孔 接著再把它鎖上固定 你看這樣是不是很簡單呢 好了啦 不要再簡單了啦 我們現在把軌道裝上去 哈哈哈哈 其實那個關鍵就這一顆螺絲而已 這個螺絲呢 把固定的PIN鎖緊 那滑軌就固定住了 啊這個螺絲要鎖好勒 不然整個窗簾掉下來就很落差了 哈哈哈哈 不是啦 不是啦 那我們再來鎖另外一顆 這個裝的時候啊 如果是一個人裝的話 中間的部分呢 要先固定 然後拆的時候啊 中間最後拆 這樣軌道比較不會辨識 現在把窗簾掛上去就可以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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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個部分應該很多人就有經驗了 總是要幫老婆拆一下妝簾啊 不然怎麼洗啊 蛤? 這海蝎王小聲一點 我知道 我知道 好現在這一邊呢 差不多就這個樣子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 你看 現在這個牆上的痕跡呢 它修補的方式 和我們之前做必愛維修 是一樣的 是嗎? 都一樣啦 對啊 就是這樣子啊 那我也會 阿伯你都說你會 從來也沒有看到你在修啊 真的是人到中年 一支嘴 好啦 這個真的要處理的 不是很難啦 你看 我們的標準配備 補土又出來了 現在這個 白粉給它灑一灑 這樣子比較好用 你在上面加什麼粉啊 這個啊 石膏粉 為什麼呢 減少收縮率 乾的也快了 這個石膏加多少 自己要 現場調整一下 加的越多 乾的越快 但是也越不好操作 不過像這種螺絲孔啊 簡單講就是 樓上去刮一刮而已 不過像這種螺絲孔啊 簡單講就是 樓上去刮一刮而已 所以沒關係 就把它刮乾淨 多補幾次就好了 像這種螺絲孔 釘直動的修補 其實是最容易的 這種簡易的居家修散啊 其實CP值都很高的 我們有時間呢 其實可以練習一下 洞補完之後 尤其稍微塗一下就可以了 像這個部分啊 我們在前面的影片 大概都有提到過 像這種牆壁的修散啊 一定要記住 我們塗裝期的 廠牌以及色號 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輕而易舉的 完成圖痕修補囉 它那個 居家的宅修散啊 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我們後面呢 會再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它比修電修車容易多了 真的 都完成了 我們來看一下吧 真的耶 音樂 響起來 放錯了啦 放錯了啦 哈哈哈哈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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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又成功了 多試幾次保證成功 如果你沒有時間試的話 訂閱海捷王 也一樣可以增進你的維修與創作能力喔 訂閱、分享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左上角還有海捷王的英文台 有空一定要過去逛逛喔